情况不妙 辽宁南兰情况不妙啊 在深夜23点中 辽宁南兰在拿下了 总决赛G1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也是传来了两条最新的消息 郭爱伦和盖利出现了最新的变数 让杨明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而总决赛浙江仇州有望 能够上演今天大翻盘 而逆袭辽宁队 辽宁南兰在未免的道路上 将会遭遇双重打击和重创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点评和分析 那么就在CBA总决赛系列赛的 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呢 让辽宁南兰感觉到比较欣慰的是 球队凭借着赵纪伟神奇的发挥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大家甚至都已经喊出了 球队完全可以在没有怪伦的情况下 能够去横扫浙江仇州 而拿下总冠军 对吧 大家已经表达出来了这种自信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泼一泼冷水 其实如今的浙江仇州 他在总决赛第一场输给辽宁队 我个人感觉他输给的不是辽宁队 而是输给自己了 对吧 输给了球队自己的经验不足 因为这支球队是第一次打总决赛 所以说他的总决赛经验不足 让球队整体的发挥不佳 所以说才惊险的惜败辽宁队 但是当随后的总决赛比赛不断的进程深入 这支球队不断的积累了总决赛的经验之后 他们或许就将会迸发出更强的战斗力 而与此同时 辽宁队这支球队整体的阵容框架老龄化比较严重 能够轮转的人比较少 那么两支球队就第一场比赛来看的话 辽宁队这边有效轮转是7个人 浙江队这边的有效轮转是8个人 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可能还不太明显 你再打一场再打两场 辽宁队这边的体能短板就将会无限的放大 而且你第一场比赛辽宁队之所以赢 是因为辽宁队的赵继伟他投封了 如果赵继伟正常发挥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悬念是很大的 因为赵继伟投中了9G三分球 特别不讲理 确实超出了正常水平的发挥 让他弥补了郭艾伦不在缺失的 这样一种短板 他能够一个人承担起了 他和郭艾伦两人的这么一个价值 所以说让这场比赛可能大家感觉 郭艾伦不在也没有关系 但是浙江球中这边 他们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太年轻缺乏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小外员 盖利不能打影响了球队的战斗力 让辽宁队把所有的防守注意力 都放在了吴钱和成帅鹏两个人身上了 这就导致浙江球中很大程度上 尤其是吴钱这个脸没有投开 没有打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严重降低了浙江球中全队的一个竞争力 让浙江队没有发挥出真实的水平 但是我们要知道 郭艾伦和盖利两个人 在随后的系列赛 能不能复出 将直接左右着这个系列赛的 胜利的天平往哪一边倾倒 对吧 因为首先要知道 赵继伟他不可能一直这么神奇 不可能每场比赛都进9个三分球 所以说他不可能下一场比赛 再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去用 他不可能再弥补郭艾伦不在的空缺了 当下一场比赛 赵继伟的水平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之下 而郭艾伦不再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影响 就会凸显出来 那么而浙江队 他们届时就可以跟辽力队 打出势均力的态势 对吧 那么郭艾伦能否复出呢 目前来看我们所得知的消息 郭艾伦在这个总结赛的系列赛 或许都很难复出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辽联队将会非常的不利 那么与此同时 就在总决赛第一场打完之后 深夜的23年中 浙江筹州队方面传来了一个准确的消息 浙江筹州主帅王世龙赛后新闻发布会 他也明确表态 盖丽的伤一直在慢慢的恢复之中 而且预计最快的话 在下一场比赛就将会复出了 当盖丽复出之后 他就可以吸引辽联队的防守包夹 那么无前陈帅棚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浙江筹州有了更加立体化的进攻 有了更多的得分点和关键时刻的得分 强杀的能力和突分的能力 这样一来就使得辽联队你顾此事比 你防不过来 浙江筹州的得分点很多很分散 而且能力很平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让辽联队将会陷入到极致的被动之中 而浙江筹州的盖利一旦复出 他们的人员轮转会更加合理 攻击力更加恐怖 而辽联队你的怪轮又复出不了 这让辽联队你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 此消彼长之间 对于辽联队本赛季的未免道路 则是带来了一个双重的重创和打击